10号请到十次诊室就诊 我们都看得快 一般如果是老病人 我们在门诊的时候 可以省略大部分的东西 因为大家都非常熟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 就很明确了 但是对于一些新病人 或者说是你这个病人过来 什么都不了解他 那么我们可能要从头开始问起 这个就花点时间了 你好 我是合科的 我体验的时候血压高是130 体压的时候90 体验体验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中午一午休的时候就好了 然后快下班的时候也是好的 所以说明什么 这个能算工商 前提是你领导肯认 这种如果测量是准确的话 它的时间点基本上在下午 这跟我们正常人高血压的峰值是一样的 但是你到了晚上睡着以后 你看你的血压就准确 那天血压是这样的 我晚上的时候是吃了一颗斯诺斯 这样的 吃了一颗药以后 到了晚上血压就正常 只要是不想吃药 至于你要不要吃药呢 我就跟你来讨论了 你当时吃了一颗斯诺斯 晚上的血压就非常好 对 至少说明你整个人放松以后 你的业界血压就非常好 对 也就是说你白天的血压不好 其中很大的一块内容 是因为你的交感神经很兴奋 对 大家同行 你的药很有可能是为你的上班吃的 但是你要不要吃药呢 我就问你 你能不能换工作 不能吧 能不能不上班 你休息好就没事了 很以礼服人 我不想是终身服药 因为我怕大家吃重药 终身服药 比你终身生病要好 我说有些病人吃两颗药 有些病人吃三颗药 其中这一颗是他真正需要吃的 有一颗到另外的一颗是老板让他吃的 是工作让他吃的 对不对 对 你现在如果说我给你个深山老林 给你弄个别墅 你去那边住着什么事情都不弄 我相信你什么药都不用吃 你信不信 你说呢 对不对 好 谢谢你 完全被说服的 医生说服医生 真厉害 我们那天跟你讲过 做临床医生有一点 平时你看我很尊重他 对吧 但是碰到专业的事情 绝对不会松口 很多病人是希望从你的嘴巴里面 得出个结论 什么结论 哎呦 我没病 哎 我很好 他想听你跟他说这句话 但这种话 你告诉他你就不是医生 所以在专业上面 碾压似的 该做什么 我一点不松口 其实你病房里头以后也一样的 你需要给病人一个肯定缺切的回答 你千万不要说 很犹豫地跟他说 哦 有可能 哎呀 我问一下老师看 那你这样一来的话 很可能对他就是一种 知道吧 门诊可能这种反应的速度会更快 好难 这个反应好真实 难 什么叫难 你进入这个状态 那就没有的难 知道吧 点心 就是左边上面这一块 经常就是感觉闷 然后偶尔会有痛的 我心脏填一下看 还好 平时体育锻炼什么多不多的 这段时间就跳跳绳吧 总体来说我觉得还好 平时你们同事之间关系怎么样了 还好 还好也没有说竞争特别内卷现在 知道 但是我自己就是长期是比较容易焦虑 我个人建议你这样把你家里血压 自己去买一个 你每天早上 早晚量一量血压 心跳记录一下 然后如果你真的睡眠障碍很厉害 把睡眠各种状态调整好 整个工作效率都会变高的 我建议你可以去看下心理卫生科 你不用害怕没关系 不是说神经病才能去看心理卫生科 也不用很排斥 把年轻人都能接受新鲜的事情 是不是 行 回去吧 进来吧 刚好下一个是你 今天为什么过来了 这么年轻 这两天心状就是稍微会 就是偶尔会这样抽一下 可能这两天有点焦虑 都是IT的 这边吧都是IT这些企业 996都很辛苦 最近熬夜吗 还好 最近再调了 就30天吧 基本上都10点多了 你之前身体那些欠下的疲劳和休息 也不是你调整个三天就能回来的 像我们整个夜半 有时候也一下子缓不过来 大问题应该没有的 太疲劳了啦 去吧 好的 年龄级都不大 这姑娘应该没什么问题 可能就是疲劳啦 有些时候有个植物神经痛 跟她很明显 一般这种刺痛、抽痛 几秒钟瞬间很短的尖锐的痛 这种一般都是功能性的 不用太紧张 怎么样啊 感觉 走得来之后还蛮好 但是我说了 你这种所有的能力啊 包括你的这些 都是需要你在病房里面 我怕滚打慢慢出来的 绝对不要结局求诚 你也不可能结局求诚 方向定好 然后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你们以后要成为非常优秀的医生 你妹妹说了 以后老来 命都要交给你们 对吧 所以你看今天就比昨天明显有进步 不错不错 两人还会笑 还会接我们的话 刚来的时候 说问你们干嘛都不想 你这个头 搞得我也很尴尬 所以总体其实我们组还是比较轻松和活泼的 我怕你俩的话是不是差不多了 所以是审美一致呀 希望你们再过一段时间跟我们也审美一致 林艳也好好哦 林老师我的女神 她们都好好啊 她在加班 她很拼 门诊呢 跟你平时病房里头有很大的区别 你需要给病人一个肯定缺切的回答 你千万不要说很犹豫地跟她说 哦有可能 门诊可能这种反应的速度会更快 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感觉我已经从之前焦虑的状态 很快地调整过来了 你不笨 然后你愿意去努力 你就一定会有收获的 一起加油吧 小谢也在加班 老师很清郎相受的那种感觉 要学得好一点 会成长得好健康的 她们身上的那个劲儿 好热血呀 现在是凌晨的两点半 对 因为今天有很多的任务没有完成 所以今天特别晚 还没有睡觉 然后今天也收获了很多 也在课室里学会了很多很多的技能 对 感谢我亲爱的老师们 对我的真正教诲 就是因为在职场中嘛 一个员工和老板在那哭诉 当然有几个情况 一个是他真的很信任这个老板 所以他会在他面前流泪 但他那个反应的话 我觉得已经是在求安慰 对 对对对对 而且还有一个 他那个分数低的话 是因为他之前是学霸 学霸的话 然后就恨不得以第一名的成绩啊 忽然间和高尚之间 差了这么多的分数 他中间一定有个骄傲的东西被打破了 落差 落差 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博士后生 他的学历最高 成绩最好 而临床经验是最 零 为零 这件事情就决定了 在实习当中 他会有多大的落差 我凑处都是第一名 就到你这儿 我突然一下 我一下就变成了60分 不过假以时日啊 我相信刘畅还是会显示出他的优秀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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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